大家好,我是月寒 礼商往来一直都是我国的传统习俗 也是我们国家人情往来的一个传统 所以呢,送礼也是有讲究的 民间呢,还有一句关于送礼的俗语是 喜不送散,丧不厚补,受不送烟 我们就分开来说一下 我们先来说一下喜不送散 在以前的农村办喜事 喜事呢,一般都是结婚 只要婚期定了 那家人呢,就会到村子里来发钱帖 到了婚礼当天呢 亲戚朋友就会来吃喜酒,喝酒席 那避免不了的就是要带礼物 那么这个礼物呢,我们都知道 讲究一个好事成双 一般都会送两个,讨一个好的寓意 但是呢,礼物不能送散 这个呢,也和老一辈人的观念有关 他们会认为呢,这个散,谐音是散 所以说,这个字呢 对于喜结怜女的新人来说 是非常不吉利的 再来说一下 丧不后补 有喜事,就会有丧事 在农村呢,办丧事 就是白事的时候 亲戚朋友呢,都要去调研的 当然,调研也是要随理的 还有一个规定就是 如果有亲戚当时没有来得及回家 那么这个份子钱呢,是不能补的 不管是多么亲近的亲戚 因为大家认为 红事可以补,白事不能补 红事补是喜上加喜 白事补,就是给人家添堵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受不送烟 在农村呢,老人66岁或者是88岁的时候 就会反受洗 也会邀请自己家的亲戚 那前去祝贺呢,也是要带礼物的 这些礼物当中 坚决不能出现的就是烟 这个呢,和喜不送散是一样的道理 烟和厌气啊,是谐音 寓意是不好的 毕竟这个受洗呢,我们说 本来就是给老人祝寿的 怎么能提厌气呢 喜不送散,丧不厚补,受不送烟 这就是老一辈人送礼的讲究 那么对于这些讲究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或者说在你的家乡里面 有没有不一样的送礼的讲究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一起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